这最近呢我在苦练司空阵 小有所成 我就是天地 问题不大 司空阵其实他玩的是后手进场 跟马超一样的 其实那是我之前的司空阵 伤害刮沙 落地成河 但我相信 峡谷中的每一个雷霆 都要给自己一个机会 让自己变强的机会 所以蒙田哥能给个机会吗 蒙田这个减速 我真的是受不了 但是不要慌 我有操作 拔空好距离 躲一枪 再躲一枪 没躲掉 后来我开始努力实战 我发现了这个英雄 最重要的就是自信 满血干脚又如何 你已经无处可逃了 落地A一下 1A2A1A A一下 1A 再次换化形 减重 换风格 开始往前走 不好意思 这次我一定要赢 看到没有兄弟们 雷霆之力看到没有 这叫什么 这就叫有智者 试镜城 很多时候会觉得 别人玩司空阵 是雷霆之王 自己玩 就是电街小子 如果说操作 决定一个英雄的上限 那意识与自信 决定的就是下限 面对四个人的包夹 如果是你 会怎么选择 霸体 免疫打击的控制 既然跑不掉 那就打 真的太适 你太卑鄙了 想必大家在玩一个英雄的时候 都经历过这样的阶段 在你刚刚玩明白一点的时候 现实又会给你一记沉重的打击 这个时候就该提升细节了 注意看 两张突进 A2A 带走干项 大招 免疫打击控制 A1A 够不到了 A塔 直接电死 防御塔导电 这合理吗 这就非常的合理 当你具备了以上条件 那你 就是雷霆之王 你们已经无处可逃了 一拳打四里白 两拳打四里白 三拳 四拳 五拳 你 我 你个救护车 我套吧 你 我连个救护车都打不死 看来还是发育的不够 等我失误级了 落地 一拳 两拳 三拳 二级能推三个 我套 兄弟们 全体不光 像我看体验 看我看我 我宣布个事 我就是天体 You have been slain 正在被攻击 其实我觉得峡谷中的雷霆和光明是一样的 只有在手下的时候 才能发挥到的全部为例 落地 A1 A1 A2 A2 Enemy Legendary 我一次小小的失败 在那之后 我又苦恋了几天 为了峡谷的雷霆 为了我的对抗路 能在天圆猛将 开始换发型 减重 换风格 开始往前走 不好意思啊 这次 我一定要赢 其实司空阵开大 智商也是会降低的 所以我们要动脑子 对吧 经常在上路 我们配合经常 就可以夹击这个爱琳 那些打个匹配都打不赢 我就不信我这个雷霆之王 我 Enemy Triple Kill Enemy Squadra Kill Enemy